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着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1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周期仁 前几天我们聊了一个周期仁的节目 好像有的平台给他下架了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周期仁老师的视频 我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视频非常有意思 这个周期仁老师他是经济学家 他是用这种单口相声 就类似单口相声 我觉得比单口相声还有意思 深入浅出的,非常生动有趣 讲了这个经济规律 也讲了这个从1985年到现在 这个国家外汇的一个变化 他是亲身经历 然后把这个经济发展的道理 自我实现,融会在这个故事里面 欲教欲乐,非常有意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全球这个循环 好有意思啊 对不对 你呱呱做口 你呱呱照上影子 欢迎外资来 那美元就来了 好事情 从来没有这么好事情 周荣基同志到北京主政的时候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80亿美元 记住了 180亿 这么大的国家 他来了以后 一年搞了外汇 这个汇率的并轨 一年涨了320亿 所以那第二年 1994年年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500亿美元 这个流量 当年就这个流量 很快就是1000亿 5000亿 1万亿 2万亿 3万亿 好事情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年龄 到今天听见外汇 还是苏蓝其境 硬通货呀 他出去到哪都可以买东西呀 对不对 我1985年第一次出国 那个印象可深了 号称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 去访问南斯拉夫 多人是带着 团员们口袋里一分钱没有的 就有一个70块钱的额度 回来可以到外经贸部 底下一个什么小卖部 买一个 买一件产品 南斯拉夫是装鬼子 他因为要搞旅游 他社会主义国家 旅游的部分是对西方游客开放 收小费的 我天了 中国中央代表团 一分钱没有 我天了 中联部的局长说 中国人这个聪明 说给你们预备好了 每人发一盒万金油 广东产的万金油 一天拿一盒 放桌子上算小费 南斯拉夫的服务员很有意思 我们也没交小费的习惯 日程也紧张 忘了 忘了晚上回去等着你 语言不同 他就跟你说这个 你还没交呢 这就是1985年 现在中国游客跑到 实际上买东西 那成一井 离谱的 到法国上次 我跟企业家代表 法国建他的总统 总统说 欢迎你们多来 然后我们的柳川 咱们说 说多来可以 但是你们治安得搞好一点 你们老抢钱 法国总统说 我们确实自然上要努力 但是你告诉中国客人 不要贷那么多现金 我天了 我在那听着 我觉得这个世界 好事吧 我就想起我打了的时候 这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话 人啊 国家也一样 没有遭不了的罪 有你想不了的福 外汇来 外汇来你受不了 什么叫受不了 钱来受不了 钱来了以后 外汇进中国 能花吗 不能花吧 要结汇吧 你在国内付税 不能拿外汇付吧 雇工人不能拿美元付吧 到哪节 商业银行节 商业银行收了那么多外汇 商业银行怎么赚 这个问题清楚吗 这是经济问题 商业银行跟央行去换汇 把收来的外汇 卖给央行 央行出多少钱 买商业银行手里的一块美元 就是汇率 所以当我们是一再叫说 人民币会议 不能升 或者不能降 谁让就说 央行你不能买高了 也不能买低了 当年都是我们不说 人民币不能升值 因为大量钱进来 如果没有人民币去买它 美元对人民币就要升了 那一升我们出口怎么办 所以举过上下说 人民币对美元 绝不能升值 而且第一个建议升值的就是日本人 任何建议叫日本人提的 我们就格外不能听 好 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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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买下来啊 那央行就得掏钱啊 那央行掏的什么钱 央行你说多少钱买央行都能掏得起 但是央行的钱一出来 高能货币就出来了 因为央行的钱 用八块钱买一块美元 美元进了央行成了国家外汇储备 央行的八块钱就是商业银行 高能 为什么叫高能啊 商业银行拿到的钱可以带出去啊 带给你们各位存进来啊 再带出去啊 还有个成数啊 一块钱等于好几块赚啊 哇 这国民经济就来劲了 钱不够的时候 增加了这个通道 这个经济 哇 但是如果这个流量超过了我们整个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 这就是我师父讲的 想不了的 钱多你会收不了 因为钱最后是完成商品和服务的过手的 它是一个媒介 它本身没有价值 它对应的是商品的价值 服务的价值 如果这个屋子里的钞票多 商品 服务供应量不上去 大家说会发生什么 物价就会上来 物价上来没关系 就把它持续上来 持续上来 持续上来有什么问题 持续上来 人们的想法会改变 什么想法 说这个东西还会涨 天 你只要认为一个东西还会涨 千百万人都这么认为 这个力量 我告诉你 比自然界什么力量到吓人 他就要买 对不对 要不买了他会涨 我将来把它卖掉 我就赚了 买房子房子涨 对不对 你看房价涨的人 你看这连续二十年 屹立不倒 对不对 所有人信了 你真买 他真涨 他会自我证明的 这是社会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力量 涨到一定程度 那就不是资产价格就上来了 资产价格就会带来人们的 投资行为的变化 后边一团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然后我们才会变成叫做国家外汇储备 所以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中间代表一个流程 这个力量会大到你受不了 这条红线就外汇储备 大家看 从很低的情度 上来 对应的上头就是我们的基础货币 M2 广义货币 银行的所有的人们手里的现金 所有的存款 短期长期都放进去 这两条线 它最后就会在市场上引起啊 大量的决策方面的稳乱 难以判断干什么好啊 人是靠信号指挥你的 然后 当这种价格超出了你基本面 你的生产率没那么高 你是靠这么多人相信 都会涨 它价格才起来 它总会被一些随机的扰动 会把这个东西戳破 然后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金融危机 金融违约 你一看会涨 买啊 没钱啊 借啊 抵押借啊 杠杆啊 你借的时候 你想房价会涨了 对不对 房价会涨可没有 除了任志强 没有任何人打过保票 它哪天跌了呢 等跌的时候 发现你跟银行借的钱是硬的 那可是实的 一百块 一年多少利息 白纸黑纸 很多人为什么 债务危机的时候会跳楼啊 他都不相信我借过这么多钱 他觉得我怎么借了这么多钱 此一时彼此啊 你借钱的时候 想的资产价格会上去啊 资产价格就是大家的看法啊 说善就善了 说走就可能走了 走了才发现你屁股在 公司家庭地方 国家 无一例外 这本书里没有功夫读一读 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 是MF的研究部主任 后来到格伦比亚大学去任教 总结了什么66我国家 八百年历史写了 最后这个标题很有意思 说每次危机 为什么呢 就说历史上发生的事啊 现在不一样了 这次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一样 这次有我了 他说总结了66我国家 八百年历史 每次都一样 就是人的心里 在市场信号下 他会紊乱 他会被那个自我证明的 这个预言啊 会指引他 把资源往那边放 我们国家你说好事好得不得了 这都是我们国家修的 气派极了 这也是我们国家落下的 这跟美国的底特利的鬼 这个城市破败不一样 他叫狗事畅士 里头住过人的 后来人跑了 我们现在很多 从来没住过人 鬼都没有的 全钱 银行的钱 投资者的钱 都发生在我们高速成长其中 所以为什么会下行啊 经济这个东西 它还是有规律的 不能够造出一个梯子 就全部登到天上去 好到一定程度 如果没有基本的好产品 好服务 生产率支持 撑不住的 那是一个货币的幻觉 所以美国 你看当年这么大的国家 开始就是一点房贷 对不对 次贷 就是给那个买不起房的人 发的房贷出的问题 因为他金融创新啊 连成一体的 一个地方着火 整个系统都给你烧了 然后他一烧我们就吃亏啊 为什么08年 温家宝总理要突然说 四万亿啊 今天很多人批评 当时当时的情况 我们出口每年都是二三十的增长 08年到09年第一季度掉 百分之二三十 里外里五十个百分点 整个沿海 几千万工人啊 几个省份啊 GDP啊 财政啊 这个东西就会把你往下拉 第二往下拉 不差钱 货币幻觉 会把很多人引上其路 不好好研究产品 不好好研究技术 不好好研究管理 那个想法呀 要报复啊 这个企业家精神被误导以后啊 对我们持久的竞争力 大问题 我想大家看完这个十几分钟的视频啊 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单调 无谓 一般的讲经济规律啊 实际上是其实挺无聊的 这个周庆仁教授啊 他通过自己 1985年改革开放之初啊 这个出访的故事 就让大家知道 那个年代 国家困难到什么地步 那现在呢 整整四十年 不管怎么说 咱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 他也说了啊 你看 现在去法国旅游这些故事 我想啊 周庆仁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他说的那个穷的时候 出国我没赶上 但是中国有钱了 咱们出国 我是赶上过的 无论去美国 加拿大 还是其他国家 以我的感受啊 我觉得中国游客去哪 人家都特别喜欢 除非你特别操蛋 我去美国啊 那些那个很多山场 人家都用中文的广告牌 跳楼大甩卖 我去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那样的山场 也有中文 类大甩卖 而且那个土耳其人啊 一见到中国人 那明显的态度 和见到其他国家人 完全不一样 你还知道去土耳其玩的啊 就伊斯坦布尔啊 那也是世界旅游城市啊 各国的人都有 在伊斯坦布尔 最多的 或者就相对比较多的吧 因为你能看到一群一群的 都是中东来的游客 土耳其人明显的 不太喜欢 但是中国的游客呢 那土耳其人非常喜欢 后来我也问过那些导游 或者是懂中文的啊 他们说啊 主要是中国人有钱 中国人还事少 他跟那个中东人不一样 中东人也有钱 但是中东人事特别多 素质差 中国人就知道买 什么都买 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就觉得因为你有钱了 别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反思的是 这40年 咱们做对的是什么 这40年世界都在发展 但是你不能否认 我们发展的更快 你比如印度 这40年它也发展了 但是它发展就是没有大国快 还是在其他地方 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天然也不会掉线笔 我们做对了什么 导致我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最近或者这几年 大家感觉到越来越难 每个人对吧 个人的这种微观体验和这个宏观的经济数据 似乎不能匹配 有差异 大家生活越来越难 所以这个社会利器越来越重 你看看 现在一打开新闻 到处都是各种这个互相伤害 有的危害社会 有的是伤害自己 对吧 多少连跳 现在大桥需要有人去指手 那大桥指手以后高楼怎么办 是不是也要指手 对吧 以后那个江河湖海边上都得占人指手 所以这个是极不正常的 什么原因导致的 所以坚持我们做的对的地方 修正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 忘记过去啊 就意味着要重蹈覆辙 这个周青人老师啊 他讲的这个道理啊 他也讲了房地产 我觉得他把套到房地产上面 非常能解释一些问题 但大家都相信 这个房价一直涨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要出什么政策 什么刺激 对吧 什么忽悠大家去买 老百姓啊 自己想尽一切办法 克服一切困难 去买吧 打破脑袋 突破重重封锁 因为房价要涨啊 但房价涨到一定地步 超出了你经济发展 生产力 对吧 跟这个韭菜的收入 脱节太大 他自然泡沫就要破 破了怎么办 你现在天天忽悠大家去买 然后对吧 咱们的国家政策是房住不炒 那意味着房价你是不能涨的 或者一涨 再说现在你也涨不上去啊 大家已经形成个意识 大家都认为这房价 一政府不让它涨 第二个你也涨不上去了 你再涨 谁能买得起呢 买房的这些韭菜 本来有希望买房的 韭菜都已经失业了 一天比一天难 没有人接盘 大家都所以都不相信 这房价能涨 甚至觉得房价还要跌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刺激 那韭菜也不会去买 买了不是倒霉吗 这叫预言的自我实现 你越这样越不买 它房价是不是越要跌啊 越有跌的意思 越有跌的意思 我越不能买 所以说 要想改变单前这个现状 就得好好的去总结 分析 对吧 这几十年 我们为什么能够 对吧 以这么快的速度增长 有一个那么穷的国家 对吧 编成第二大经济体 为什么现在 大家再也不相信了 有钱人 想着怎么样跑掉 现在你看啊 一出台什么房价政策 就是错失 二手房马上就 乌洋乌洋的挂牌 这个就急于把房子抛掉 抛掉干什么 实际上很多人都想走 那为什么要急着走呢 难道现在 比四十年前还惨吗 所以说 要找到这个细微的变化 人心 人心发生变化 信心发生变化 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这根本问题 不给它解决掉 麻烦还在后面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